要求证据保全 不希望在选举的前一天 火烧烈皮疗 第二次319枪击案的翻版 前一位就议 大家都做北检案例提告 要求保留赖清德老家证据 蓝营在赖清德宣布 老家公益信托后 持续穷追猛打 新美市府更是遭质疑 公务机关介入政治工房 新美市政府 你真的把自己当作是 侯市长的竞选总部吗 与中央在户提皮抽 但新美市府却也遭质疑 说法疑变再变 新美公务局12月1号 韩文强调 赖清德老家属于 98年前的寄存违建 24号深夜 却大转弯出世杭兆图 改口质疑赖清德老家 非就有公僚修建 而是在民国92年后才出现 地震局长汪李国 甚至速度在媒体前 以幽灵房屋指称赖清德老家 保有于未来如果要重用的话 还要挑选这几个 很忠君爱国 每天在想说要勇于表现 然后每天在当政治打手 够了 地震局要干嘛 赶快去做地幕的变更吧 这些金山万里的老人家们 需要安身立命的一个老家 新北市将与中央一起努力 尽全力保障 矿区居住权益 至于赖富总统个案 与周边的状况并不相同 一面说要全力捍卫 矿区居民居住权 一面以个案高标准检视赖清德老家 依法行政到选前 都成了政治攻防 进行我谢谢黄鸿玉 采访报导 我没有人家书